看完了一大堆帅哥 咱们再看一看一群美女 以美丽欧洲为主题的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欧洲赛区的总决赛 也与斯特拉斯堡举行 在经过一轮比赛之后 来自英国的李奕西 获得了本次华界选拔 欧洲赛区的冠军 一起来看一看 2013年中华小姐 欧洲区总决赛 是该赛事在欧洲的 第十次举办 是报名人数最多 赛前拍摄集训时间最长 比赛场地最好好的一届比赛 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地区的 皇家国际音乐厅 为这次比赛提供了场地 今年中华小姐欧洲区 总决赛的主题是美丽欧洲 突出中华小姐的美丽智慧 与欧洲的历史文化 比赛由精彩的开场舞 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婉装展示 表现出了中佳丽的高贵气质 泳装则展示了 佳丽们的健康体魄和叫好身段 评委问答表现了 佳丽们的反应能力和内在素质 而才艺表演 则会让观众看到 佳丽们除了美丽外表之外 所具备的艺术特长 最后的起跑展示 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向大家展示东方女性的独特魅力 这次选美大赛 将佳丽们的比赛 和专业演出团体的精彩节目 综合在一起 大型群体舞特级摩托车 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经过四轮比赛 在八个欧洲国家的16名佳丽中 最终产生了网络最具人气奖 友谊小姐最佳口才奖 最上进小姐 以及灌压季军七个奖项 来自英国的罗小敏获得了季军 法国的唐迪获得了亚军 而冠军由英国选手李逸熙获得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欧洲赛区总决赛 冠军得主是 5号李逸熙 我拿到冠军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觉得我们16个女孩 每个人都很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美丽的 我想既然我有幸能够参加这个美丽夏定营 我会带着我们16个女孩 每一个人的梦想 每一个人最美丽可爱的特质 一起去 这次演出获得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市旅游局的大力协助 斯特拉斯堡副市长对演出成功表示祝贺 比赛当天有包括当地华人留学生 华人华侨等在内的上千名观众到现场观看演出 这次演出获得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市旅游局的大力协助